中國這幾個月 黃懷地區 受到會有影響 現在有過 所說的大橋回去 最新 這一個人失望 三十一人失蹤 還有山路 河沖派去 救南町院 時間十七點前 禁止山區來救出這個受困的老大人 讓我們也有用路營 酒吧名的老大人 跟下港受困 看去的原本本走路南 酒吧的人做牛 手一做回一半 還有電線 也掉在空中 這個大橋是中國山西 上路市的丹林高速公路 直到暗時 因為北屋做行做大水 包括牛牛回去 當時九點九車兩車 直接有十七台交車 八台會車 背負達東亞 涉得比何流 我們總共分了十個組 每個組負責五公里的搜尋 一直搜尋到最下游 確保能夠把每一個持連鎮 盡最大的可能進行搜救 東北基基東關 九南陵館 利用無人去手臨順 在好多花比手順 到日子晚上為止 適合做行 就只有這個人離我們三十夜的人失蹤 在這個閃塞峰關是因為 貨物和山路沖派去做行機面受訓 其中一名老大人因為無法走 九南陵館又走十七點前進入山口 用很大的風險跟老大人愛出來 安大地六公里外比南中心 除了貨物影響的還有好南東貨關 因為大後做大水一間雍路 有十百名老大人受訓 和九南陵館用手順 叫做一百多名老大人到下港 我還沒拿報道 中國好南 由北港收到宿船分地 受到的富大國也影響 及上冷空氣路南 在五海地區適合保護到特大保護 包括維港和港 這些部份保留的治療水位 已經超出境界線 也拿過頭就幫頭到頭就流的方向 個人新聞來是東北 天啊 好